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蓝囊满目的文具中 我们竟然很难找到圆珠笔的身影 更多的是签字笔和中性笔 那么圆珠笔去哪了 圆珠笔就是用球珠带动这个戒指 我所谓的戒指就是用带动不同的墨水 来进行书写的这样的笔 那就叫圆珠笔 圆珠笔的书写原理 是利用球珠在书写时 与纸面直接接触产生摩擦力 使圆珠在球座内滚动 带出笔心内的油墨或墨水 以达到书写的目的 也就是说 这些市面上常见的笔 无论是中性笔还是签字笔 只要它笔头上有个小球珠 它们都是圆珠笔类别 为了更直观看到笔头尖上的珠子 如何工作 我们来到了笔头研究室 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看一下笔头碗口的尺寸 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 笔头其实加工成以后 它整个的球珠 窝在一个像一个碗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称之为碗座 然后口部称之为碗口 其实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可能大家就比较形象的 感觉像一个碗一样的形状了 现在的话是零碟五的球珠 就是说我们通常意味着 零碟五的一个产品 在三底成像图上 我们看到取出球珠的碗 它的底部有五个像碗脱的小钩子 旁边还有五个凹槽 这个底部脱口和凹槽 又是起什么作用呢 中间的话 一般的话 我们根据笔头结构的不从 会分为三槽和五槽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五根油槽 就这五个油槽会给 就是相当于是五个墨水通道 墨水从后端 通过这五个油槽 流到碗底这个位置 然后球珠滚动将墨水带出 然后通过我们刚才看到的碗口间隙 然后带出到纸面 然后纸面将墨水吸收形成线剂 既然圆珠笔除了外观上的不同 它们的工作原理都一样 为什么不能依据笔珠的大小 统一碗口尺寸呢 这样圆珠笔的出没量和笔心头的大小 就能固定了 不能够说完全固定 只能是说 我们在开发之初 会根据我们的墨水特性 然后根据我们的产品需求点 根据我们的充满量要求 输写线宽 在纸张上的这种 输写线条的生化效果 然后来既定笔头的所有尺寸 看来笔头的设计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取决因素 那就是吗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圆珠笔的话 通用的材质基本上都是铜的 就是最早的话是千黄铜 现在的话一般是用涅白铜 这种铜制材质来加工 油性笔头 不锈钢材质和铜头材质来讲 铜头的材质是偏清油的 而不锈钢是偏清水的 也就是说中性墨水 其实属于水性体系 而油性墨水属于油性体系 所以说油性墨水 用铜头可以做到最好的效果 它也不需要用不锈钢 暂时不需要 然后中性墨水的话 其实用不锈钢 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用铜头的话也可以用 但是效果不好 只能是用来降成本 油性墨水因为墨水的粘稠性 书写阻力大 手感差 水性墨水流淌性过高 笔形设计与生产加工 受到诸多限制 研发人员开发出 能综合油性墨水 和水性墨水特性的中性墨水 而新墨水的诞生 对笔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于墨水和笔头的匹配特性 东方人常用的中性墨水 最合适的 莫过于不锈钢材质的 圆珠笔笔头了 可是中国的笔尖钢 长期依赖国外进口 所谓的材料就是 因为80年代中期进口的 这个中性墨水圆珠笔 这个中性墨水 它是腐蚀性比较强 所以需要的是不锈钢的线材 不锈钢的这个材料 它是一切削的 当时我们国家就也没有研发 所以就是这个中性墨水 和一切削的不锈钢线材 是需要进口的 中国是钢材生产大国 能送航天员上太空 也能让航母下水 能送蛟龙入海的中国 能生产出0.5至1.0毫米的碳化污球珠 它不仅能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还大量出口 可是直径2.3毫米的球座体 中国竟然全部依赖进口 这几乎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由于笔尖钢和普通钢材 有很大的区别 它需要极高的加工精度 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 极高的性能要求 既要容易切削 加工时还不能开裂 小小的笔尖 考验着中国制造 制造笔头的钢材 必须要用很多特殊的微量元素 把钢材调整到最佳性能 微量元素配比的细微变化 都影响着钢材质量 没有任何可以借鉴资料 经过五年摸索 终于开发出 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笔尖钢 有了好的笔尖钢 才只能说开了个好头 后面的路更是走得小心翼翼 在笔头加工车间 几十台笔尖加工机器的轰鸣声 震耳欲聋 旁边的一间厂房 正在进行笔头粗加工 这里正在把整捆的笔尖钢 切成相同大小的小段 每一小段就是一个圆珠笔的笔尖 虽说是机器加工 可是从事38年笔头研究的 工程师英碧烈 还是有些不放心 时不时抽查一下 钢材剪切是否精细 笔那个毛配的长度 直接影响到笔头的加工质量 如果料太长的话 会对我们的笔头质量也会影响 要短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这笔头加工 这个球柱上面固定 这力还是不够 每一个笔头钢的剪切 必须保证相同长度 误差小于毫米单位 同等大小的笔头钢 被依次送进笔头加工机里 一个标号代表一个工位 一次起降完成一次加工工序 现在我们是从这个实性的料胚开始 从送料到笔头机以后 经过12个工位的加工 我们就已经做成了一个成品笔头 里边后边全部打孔了 前面油勺啊小孔啊等等 这球柱啊全部固定好了 这清洗以后就达到可以输血 仅仅几厘米的一小段笔头钢 就在这一起一压之间 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竟然完成了12道精密加工 基本完成了整个笔头加工的全过程 这个笔头机以后呢 通过这一面的粗加工 精加工以及球柱里边的粗加工 精加工 从那个公墓勺 以及后边的打孔 这里边最中间有那个 一个公墓系统的小油孔 等等12道工序 这中间过程呢 还要加一个球珠 这个球珠从这里压下去 压下去以后呢 通过这一面的一个收口 使它固定在里边 它机能活动又不会掉下来 庞大机器里 只看到飞件的机油 几乎看不见任何笔件的切削 更找不到笔头钢的身影 但是它能在一分钟时间里 完成140个圆珠笔笔头的制作 几乎一眨眼的时间 加工后的笔尖 随着机器里的机油 被冲洗了出来 旁边的篮子里 很快又装满了 工人在观察机器 是否正常运转的同时 还要对初加工的成品 进行抽检 观察内部加工 有没有瑕疵 保证输协质量 球珠跟球珠之间的配合呢 基本上我们的工厂要求 在三个微米之内 这里边的精密度 主要在控制着这个球珠 球珠 有球珠之间的配合 以及那个球珠的高度 各项指标 我们都是非常严格的要求 从实心圆柱体 到安装较于毫米的笔头珠 套空中心细槽 完成笔头的制作 短短几秒钟时间 误差却不允许超过微米单位 正当我们以为 可以完成笔头制作 开始安装笔心的时候 工程师应比例 带我们来到一个检测车间 这个是抽样测试 笔头珠和笔尖配合车间 这个是笔头书写检测 检测的目的 一就是说出没量 是不是我们的规定范围之内 第二点就看这个线条 是不是均匀 是不是有存在这书写的瑕疵 这个线条基本上是比较均匀 这里边有一点存在一些瑕疵 就是说一个积木 这个出没量需要重新的 调整一些 这个看来就是说 就是说碗口和那个球珠里边的 配合结析 是当地大了一点的 从画出来的线条 就能看出笔头珠和笔尖之间的缝隙过大 那么这个批次的所有笔头间 会被再次全部检测 甚至全部被淘汰 如果说全屏肉眼观测数据出现误差的话 那么通过画出同等长度的线段 测量笔心中墨水的消耗 这样得出的数据更加真实 有书写长度规定 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 什么量必须在一定的标准范围之内 这是首先称一下 就是原始的那个笔心的重量 称完以后电脑会自动记录 当发现画完100米以后 最检测一个 检测它的重量 那么电脑呢 记录以后它会自动计算 消耗的墨水是多少 对于每一次数据的生成 电脑都做了详细记录 保证每一个笔头和笔柱之间的误差 在一定范围之内 保证笔头的质量 行动式圆珠笔的笔头 由于没有笔帽的保护 防止在不使用状态下 笔心的墨水凝固或流出 它的笔件内部多了一个零件 弹簧 要把和头发丝一样粗细的弹簧 装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笔头尖里 科技大大提升了效率和准确率 平台每转动一次 完成一道工序 检测笔尖安装弹簧 打孔防止弹簧从尾端掉出 这些过程似乎都是在瞬间完成 无论是戴笔帽的圆珠笔尖 还是行动式圆珠笔的笔尖 制作工艺上基本算大功告成了 笔头尖出厂的最后一个步骤 依旧是检测 检测笔头各个部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而这个检测 检测检查的是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 笔头的人工缺解 主要是解的项目 有没有求助 台湾有没有装到位 有没有严重碰刷等等 那这个工艺现在绝不绝不 被那个智能检测所代替了 和人工用眼睛扫描不一样的是 机器的运转更加精确和快捷 似乎在一眨眼的时间 笔头尖完成了拍照的工序 而这一下拍照 机器上方屏幕就能显现出 每一个笔头尖的尺寸和规格 甚至淘汰原因也显示了出来 和旁边的人工检测相比 机器全检大大提高了效率和准确率 可是笔头的生产 每天上千万级别的产量 面对如此庞大的数量级 全检真的有必要吗 笔头应该说是 在整个的书写工具里面 是一个最核心的 因为书写工具里面 它的核心的功能就是一个书写 那么书写取写于 这个墨水的笔头的匹配 然后所有的书写手感 其实更大一部分 是来源于整个笔头的精度 还有包括它的质量 一支笔的好坏 最重要的判定标准 取决于笔尖好不好用 可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们对外观的要求会更高 圆珠笔的设计师们 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挑战 都蛮好用的 然后有的还这么样很可爱 喜欢可爱一些 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喜好 圆珠笔设计师们 不停向前追赶 设计出更多适用方便 款式新颖的圆珠笔 为了保证质量 从模具的开发研制 到圆珠笔生产组装 全部都是自己完成 那么如果说自己没有一个 生产制造 设计的这个环节 还有没有这种技能的话 那么永远都是受制衣人 你只能是市场上有什么 你只能是买什么 用什么 你没办法给消费者提供 更好的 更强的一个书写体验 所以这一块 说我们需要自己来把控 研发 生产 制造 这个环节 但是作为消费者 看不到的是 一支笔的诞生 从设计之初 并不是由外观设计开始的 而是在笔头和墨水的匹配上 这是一台流便仪 其实流便仪的主要作用的话 就是测它的流便曲线 也就是说我的中国水 它就一定触变值 它通过它的不断剪切 让它不断地变息 然后通过仪器 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的一个年度的 随着剪切速率的升高 它整个一个年度的变化趋势 中性比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具备触变性 而且它能够在变了以后 在短时间内 迅速恢复到这种高年状态 中性墨水最大的特点就是 既有油性的粘稠感 也有水性墨水的流淌感 它通过梳血带动滚珠 使内部墨水从稠变微稀 一旦停止梳血 立即从稠变稠 每一种墨水都有不同特性 通过高科技手段 分析出墨水梳血最佳状态 匹配出最合适的笔头 达到完美梳血的目的 目前的话 这款笔头的话 这种加工工艺和这种结构造型的话 据我目前了解 应该是全世界目前还没有 我们是第一个 如何能让消费者 用上一支更顺滑豪血的圆珠笔 中国并不止步于制造 我们开始一步步 向更尖端科技上靠拢 摸索自己的设计和创造 这个其实要这样考虑 我们一开始其实也没有自己做笔头 说自己做墨水 完全可以买 尤其是全球化以后 说实话 有的时候买可能比自己做还便宜 就从成本来说 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做呢 就考虑到 毕竟这个你没掌握在自己手里 因为这个是关键的核心的材料 你没掌握自己的手里 就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有什么问题 你就很难应付 那么还有很重要问题 你如果自己想要把它提升 改进 那你就必须跟别人去配合 那么只有自己有了 那我就可以自己做 而且我们这一支笔要做好 不是说你有了一个好的笔头 最贵的 或者有好的墨水最贵的 放在一起就一定好 不一定 它里面还有一个配合问题 我们叫匹配 就形成一个三角一样 那么这个必须要靠自身来 实践 积累 不断地碰 然后有教训 怎么吸取 然后改进 最后才能做好 所以我们才要考虑自己要做笔头 自己要做墨水 圆珠笔笔头从设计到精密加工 从进口来料加工到自主创新 它的生产过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却让中国走了近半个世纪 整个后期加工工艺都是机械液体化生产 可是其中一个生产线上 有两个黑匣子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它是做什么的 通过这样一个设备成像 然后利用摄像头对我们的化线品质进行检测 我们为了保证客户拿到的每一支笔心 质量都是完好的 那通过设备来检测 要比人工检测保障率要达到百分之百 所以我们通过设备能够把发现的仪式不良品 齐前把它挑出来 和以前纯手工制作不一样的是 现如今的圆珠笔生产流程 全进入了机械化时代 大大提高了每一支笔的出厂质量 每一支笔出厂前 都要经过一道道工序进行测试 保证都能在消费者手中顺利使用 全机械化生产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保证每一支笔的出厂质量是合格的 一支圆珠笔从无到有 从来料加工到自主创新 从模仿国外到自主研发 中国从一个制笔大国 正在转变为一个自主开发研制的开拓者 小小一支圆珠笔 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 国家级创新项目也有了它的身影 我们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平台上面 骄傲地说 这支笔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圆珠笔 中国造 从武法手工制陶到陶瓷工厂 现代工艺体验 科普作者步步千里 探究精美绝伦的国宴用词 敬请收看 物从何处来 陶瓷上级 威武 银 健美